原警到场只见伤者正准备送医 一旁亲友也焦急打电话给亲友 听得出来受不伤是相当严重 但涉嫌伤人的嫌犯却早已不见踪影 只见槟榔滩前的桌椅 还留下聚会过后的韭菜 警察来啊 他是不是警察来就 李楚达还在就是去做槟榔 亲友赶到现场帮忙收拾 残局低调不敢多谈 原来本来是场开心的庆生聚会 却演变成见血冲突 事发就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上的槟榔滩 受伤的夜戏男子是一名厨师 31号深夜帮朋友庆生 现场十多人相聚饮酒 结束后受心酒醉闲醒离开 但男子却早已喝开 一次说话口气太嚣张 引来另外两人不满 双方爆发口角冲突 男子率先冲进槟榔滩 拎出菜刀在半空挥舞 逞胸呛下 结果另一方不敢示弱 也随手拿起西瓜刀对质 过程中男子反正划伤 导致右手臂七刀八公分刀伤 双方酒醒后虽未提告 但三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妨碍秩序罪 夜心伤者送一缝合后 没有大爱 但两刀恐吓反被伤 后续也被带回派出所 而涉嫌伤人的两名嫌犯 也被通知到案 好友相聚亲一声 黄唐下肚却变调 现在统统都被法办 进行问阿公呀